同学您好,欢迎你来到北京陈云灵感国际教育的AP统计学课程 今天我们采用这个大约火链鸟封面的这本书 它的名字叫The Practice of Statistics, Fifth Edition 那么在讲我们这个课程主要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跟大家简要的复习一下一些最基本的这些概念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学习里面所谓的Z值 Z值它是这一类数字任意的一个数字XI 减去这一类数字的它的平均数 是吧,然后除以一个标准差SD 我们Standivation标准差来SD代表标准差 那么我们知道在一个正态分布里面 那么这个正态分布 那么最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它的平均数X 就是 mean平均数 那么如果它是正态分布的话 它如果是一个标准差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SD 那两个标准差 那么我们可以相应的 比如说三个标准差 我们用这个 一二三来代替 那如果说 我们都把它和它的这个线 左侧也是一个SD 然后这个两个 那就是负的SD 那么右侧呢就是负三个SD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根据统计学的知识 如果是左边这个SD和右边两个SD 这个它呢是百分之多少呢 这个是百分之占整个曲线下面积的68% 那么如果是两个SD的话呢 这两个SD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再画 那么这个占多少呢 占百分之什么样 百分之九十五 就是曲线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面积 是不是啊 这部分 如果是三个SD 是吧 我们也做换 那么这个部分 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就是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是不是啊 这个或者就接近百分之百吧 如果说再继续 比如说四个标准差呀 对吧 四个标准差 就是左右 或者是 这个负四个标准差的话 那么就知道 这个对不对呢 就这样就这样子相当于是 就是应该说 就是说接近 接近百分之百了 是吧 这部分 接近百分之百 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这些 我们这个上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给大家就是复习一下 这部分 好 那么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教材上面 那么为了更好的讲这个教材的话 我们是先翻到这本教材的166页上面 那么这个上面有我们结合一些题目呢 然后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相应的这个解决 怎么样解决这个题目 OK 比如说我们在第166页上面 我们有这么一道题 大家可以看到 说是 有一个标准的考试 一个标准的考试 一个标准的考试 163页上面 有63页上面 有63页上面 which placed him at the 73rd percentile this means that 说他得了63分 但是呢 他是占就是说百分之什么样 就是73的这个位置 是吧 placed him at the 73rd percentile percentile 就这个意思 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比如说画一张图 比如说我们画这个图 那么假设 我们这有 所谓的 还是我们所谓的震态分布 这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曲线下 所谓的面积 应该是百分之百 那么这个平均数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就到平均数 这个地方 左侧的应该是 比如说左侧这个面积 应该是所谓的占 所谓的应该是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 右边也是百分之五十 但是呢 他说这个pete 他的分数呢 得六十三分占他73% 那么我们知道 他应该是 还不到靠近 这个这个位置 是吧 比如说 他所在的位置呢 百分之七十三 所有的 这个左边的位置呢 是百分之七十三 这部分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他这个 这个右侧的肯定多少呢 就是百分之百减去 百分之七十三 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七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是pete所在的 这个位置 对吧 pete 那么他所在的 也就是说 他左边百分之七十三的人 他的成绩都没有他好 也就是说 他战胜了 左边73%的人 可是他右侧 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呢 他的分数都比他 那么要比pete要高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 pete呢 他战胜了 这个百分之七十三的人 但是呢 对于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呢 他就是说 没有战胜过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 这个题目啊 这个 我们看一个一个的 他的这个选项 比如说 这个选项 a 说pete score was below the median 我们知道 这个pete 刚才他是高于 median的 所以 这个是 就怎么样呢 是错的 是吧 这个部分 a呢 是错的 然后看看b so pete did worse than about 63 百分之六十三 这个63呢 是他的分数 而不是百分比 那所以呢 这个百分之六十三呢 是错的 应该是他战胜了 百分之七十三的人 那么看c pete did worse than 那 worse是比他差 实际上他比 应该是比刚才 百分之二十七的学生要差 但是是战胜了 百分之七十三的学生 所以呢 c呢 应该是错的 那我们看看d pete did better than about 63 of the test takers so better than 百分之六十三 我们刚才说的 六十三是他的分数 而不是百分比 所以呢 这个d呢 也是错的 我们看 那么看一 也说pete did better than about 73 percentile of the test takers 比百分之三 七十三的人 做得好 所以那 这就是 1呢 是对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个 这道题的一个讲解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道题 就是说t2.2 这个题目 t2.2呢 它的意思是说 for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show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closest to 2 说它给出了 我们这一个 标准分布 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它最高点 这个地方的2 也就是平均数是2 是吧 然后呢 就是 分别是 4 6 8 10 12 然后呢 12呢 到了12 这个地方 就接近了 这个很坐标轴 也就是说到这 往12后面接近了 就是无限的 就接近了 那到了这左侧呢 它是负8就接近了 这部分 那么对于这道 这样的题目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求它的 它要求什么呢 求这个 叫standard deviation 是不是 要求它的这个 标准差 求标准差 这个标准差 应该是 怎么样求 是吧 那么我们 刚才呢 就是说 已经知道了 它的这个 刚才我们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上面是 对于一个正常的 这个标准差的话 比如说 我刚才画出来 这部分 是 我们重新画好一点 画好一点 这部分 那么 画一个横线 OK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 我们刚才知道 假如这是平均数 平均数 那么这个是一个标准差 是吧 然后这两个标准差 然后这是三个标准差 这是一个SD 两个SD 对吧 然后三个SD 对不对 这部分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如果是三个SD 这边也是一样子的 然后就大体的画一下了 这部分 一个SD 这个两个 然后三个SD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左右这个SD 如果是 它这个两个之间 占的这个阴影部分 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这就是99.7%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99.7%的话 也就是说 就是说 是不是接近于100% 是不是 约等于100% 是吧 那么 大家请 请大家记住 这个是平均数 右边是三个标准差 对不对 所以三个标准差 是99.7% 所以接近于这个100% 那么如果大家有了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的话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 它是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道题 它的平均数呢 是 对吧 是2 大概这个 然后呢 这是12 也就是说 12到2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就接近差不多 是50%了 那么也就是说 12这个数字 就差不多接近 怎么样 三个标准差 那个附近 是不是 所以那么我们看出来 就是说 也就是说 Z的值是等于什么 等于3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 我们刚这个也复习了 叫Z是等于 是一个 XI 减去它的平均数 再除以它的标准差的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Z如是等于3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 是不是这样的SD 然后那个 这个12呢 是XI 就12 然后标准差 这个平均数是2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SD 是不是 这个SD 是不是就等于 这个12 2减2等于10 那么这样的10 除以一个3 就差不多 什么SD 就是3.3 左右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是 他问的是 The standard deviatio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closest to 就是接近于什么 接近于3 那么3.3 不就是3吗 所以答案应该是D 是不是 这部分 那么这道题目呢 我们就结束来了 OK 好 那我们看看在下面一个题目 这个是叫 我们看看这道题 就是 这个 Question 这个 T 2.9 2.10 470, and standard deviation was 110. 那么他说是90年代的时候,1990年代的时候, 那么这个SAT的它的平均值呢,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画一个, mean是470, 然后平均值呢,是ST是110。 但是呢,他说2009年的时候, 说2009年的时候呢, 说它的平均的mean是515, 然后standard deviation是116,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所获得的一个基本的信息。 然后他说, 他说T2.9, What i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 就是Z score, Standard deviation Z score, 4 student who scored 500, the old SAT, 老的SAT, 也就是说是用这么一个平均数和标准差来进行计算。 那么我们如果说翻到下面一页来说的话, 那平,刚才说的这平均值, 是吧, 我们就还是用这一页吧, 那么就是要求它的Z score, 那么很简单就是我们刚说的Z等于这个X一个数, 然后减去它的平均数, 再减去它的标准差。 那么我们刚才知道它的这个得了500分, 那么就是500是吧, 除以这个减去470分是吧, 减去470分。 然后呢, 它这个标准差是110分是吧, 我们算出来是500减470是30, 那么100除以110就是11分之3, 那就是0.2727是吧, 这个这个值,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看出来就是答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E吧, 是吧, 这部分, 这个题目呢应该是神义, 所以这应该说是考基本的这个概念的。 好。